MING PAO CANADAPL MING PAO TORONTO 大家好 又回到白姐姐主持的《白姐姐一心抗疫》 情緒健康跟你有關,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又請了我們的醫生 Albert 繼續跟我們講講心理學上的困擾問題 怎樣去解決 其實最近我就收到很多資訊 首先就講一下,譬如很多人就會 因為早前政府就有一個警告 警安就響了,電話就突然收到一個響安之後 很多人都嚇倒了,有很多網民在網上寫很多東西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也有很多人就受到情緒影響 而做出一些異常行為 例如在地鐵裏面做粗,做運動,跳舞,有些人打架 有些人說粗口,做手勢 即是過分了的事情 這些不是正常人的行為 那他是精神病還是甚麼呢? 不如我們先看看片段,好嗎? 有些人打架,對 搞到鬼打鬼 現在回到人間就實在是人客人 今年修煉已經修煉到五三五級 請在下賣明事發言 嘩,那些片段都非常精彩 對呀,對呀 你說得怎樣呢? 那些異常行為 我覺得在一個異常狀態下 其實香港是全世界疫情 再比較,現在是烏克蘭不遲疫情 我都有時跟病人說 你有病,但烏克蘭的人都有病 但現在還要逃難 有病的人都要逃難 那誰比較慘呢? 比較常 香港這一疫情 不是疫情那麼簡單 在之前我們有社會運動 兩三年,不知多久 兩年,當兩年,又兩年 又現在第三年,即是五年 那即是說,所有的人已經是 七六八雙 扯到行曬 即是用一個橡筋或弓箭都扯到行曬 好了,當我們情緒這麼高漲 有兩個好,即是很多種 一個就是屈結,躲在家裡 不敢出來 一個就是反抗 一個就是反抗 即是有些特異的行為出現 所以有這些特異的行為 即是說,網上說 有一些正式發出一些訊息 會有很大的回響 有些人很激烈 很激烈 那這個也是一個發洩的推動 那就是 但他文字發洩也算是這樣的 哈哈 即是可以有人在文字上發洩 也有人,我行山 當時我也聽過有人 擋了髒口 罵著 不知哪個女人 哪個人做這些事情 我不知怎麼說 人性是可以很激烈的 即是當大家是扯到行曬的時候 什麼事情都要發生 什麼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是這樣 你看世界大事都是這樣 即是就算是政治家也好 領袖也好 誰都好 都可以是一個反常 過分的一個開發力 激烈行為 我只能夠用心理 我不是說政治也不能夠 誰好一點 誰差一點 即是有事情出現了 為什麼他出現了 是因為這個原因 是這個原因 你當然要做一些事情 做得恰當 不恰當 還是溫和 不溫和 這樣做了 那 情緒就會必然有這樣的反應 好了 這是第一件事 當然 如果所有的人去做任何一件事 都敏感一點的話 可能就會容易一點 當然我們所有的領導也好 我們所有的大公司的領導也好 不是心理學家 沒有人會去敏感地 或者所有做新聞的人都不是心理學家 他不會去敏感地去想這些事情 他可能有一個目的去做某些事情 是 那就是說 所有人 扯到行曬的時候 請大家 都真的需要敏感地去想事情 然後大為地去 不是自己 是整個社會 我們敏感地去 看看整個社會 怎樣才能靜下來 那是重要的效率 好了 第一件事 就是說 在網上所說任何一件事 和地上 剛才我看到所有的有跳舞 有一個發洩 那個發洩 是可以很溫和的 那我在地鐵上做一下那些猴子 我都要表現一下自己 那當然 也會影響別人 但那個影響的人 有限 好了 你也不知道在我們周邊 就算不要說我們在疫情當中 全世界任何一個狀態下 一年當中有20%的人 多多少少有情緒的問題 好了 這些事情發生了 我肯定 就像你這樣說 四個有三個 那我不知道有多少 我沒有做過 可能現在有50% 即是已經是去到那邊了 那就是多了這樣的狀態 那當然有些人 是 本來沒什麼事 現在只不過是屈了在家 那很無人 但也有些人 本來沒什麼事 現在我就真的要出來發洩一下 跳跳舞 拉下馬鬨鋼 大聲說一下 那也不可以說不能夠接受 好了 但當有人去做一些少少過分 反社會 又套了口水 又到處抹 抹在人家裡 那是破壞力 那是破壞力 那是否需要 法律上 或者管理上 有些 控制 那是重要的 如果它是 我只記得以前 Ace Ace 是幾十年前的事情 如果你明知自己有Ace 還要跟別人有性 接觸 嗯 就明明是整股 你要坐牢 你要抓去 那這些是否需要呢 那 我不是政府 我不是任何一個人 那我只能夠解釋給你聽 有些人本身是已經異常 或者是有少少粉絲疾 或者甚至是有反社會 人格的傾向的人 在這樣的爆煲底下 就多了很多東西 是 就發生了 那怎樣去收拾呢 那就是 整個制度 如果家裡的人 要關心一下多一點 是啊 關心多一點 吃藥啊 這些人要 明知道 家裡有些人 可能要跟你聊天 但沒有人會知道 他家裡的狀態是怎樣 沒有人也會知道 他們裡面是否這麼和諧 或者家裡的問題 是啊 那才會有所有的問題發生 行為出來 那 就是一定是有因 我們真的需要關心多一點 就是要處理一下 本身已經有的狀態 我經常發現 很多危機發生的時候 有兩個很大 就是有很多可能性 一個大的可能性 就是本來一般的關係 因為有Crisis 如果你好好地去處理它的話 他反而的關係好了 嗯 但也有好的關係 有危機當中 就變成首人 是是是 那 都是 要處理的事情 就是處理得不好就會變成這樣 就像我說 我們首先是否有 在危機當中 我們有機會有很多Hotline 讓人可以有個正途上去 去疏斥一下情緒 那是很重要的 嗯 那是絕對重要的 那才是第一件事 我們需要了 當然有很多事情是要做的 但這件事是要重要的 嗯 就是等於 以前911 嗯 那些危機一出現的時候 就有很多這樣的人去處理 這些 那才可以慢慢平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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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少之又少 嗯 比較上來講 那就是現在就暴露了 一有crisis當中 嗯 是絕對不夠的東西 嗯 你也都反映了這麼多 你看到的問題 還有一些 其實原來社會失去的東西 但其實也是有能力去做 只不過是還沒去整理 那我也都覺得 是每個人 首先是從自己方法開始 因為你是控制不了其他人 控制不了疫情 控制不了很多社會問題 但你可以控制到自己 首先就是 剛才你說的一個字 我覺得很好 就是管理 管理自己的情緒 嗯 管理自己的情緒很好 規律的生活啊 規律的飲食啊 規律的計劃啊 都是令到自己 再有一個目標 再起一個新機 而去疏到你的情緒 是的 我這件事覺得 是挺受容的 或者做多些深呼吸啦 聽多些歌啦 做一些 不需要你想很多 就是無所事事的事情 嗯 就是 怎麼為無所事事的事情 不要想一些很偏激 或者我要解決社會 很多的事情 要想一些 吃什麼飯啊 煮什麼菜啊 嗯 那你的路才可以平淡下來 其實說那個激進行為 就是因為這些情緒 疏到不到 才會去到一個激進的行為 等於這條橡筋拉得太行 會搶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 真的有社工 投入了一些學拉服務啊 或者你有一些雙熟的朋友 他就是願意聽你說心事的 你打電話給他 你去解決了你那個 分享 宣誌這個途徑呢 那個人是會健康很多的 所以找朋友聊天呢 都是一種治療來的 是的 剛才你說法事的人跳舞啊 其實我覺得唱歌 現在網絡上面很多人去唱歌 即是我也有跟那些人去唱歌 即是在做直播啊 唱歌 原來都是可以是一種宣誓來的 可以描壓的 這件事真的很好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跟大家討論一下 關於情緒健康的問題 今天也多謝我們的教授 心理學教授 Dr.Albert 我最喜歡的Albert 下一集再見